来到第七场,三班千二米,8号好得威 其实他已经在三班连长升了一个暴触 快跟之下和走外碟,即是上一场,快跟和走外碟之下 回来都会有一个前斗力,他已经证明了三班蜡烛 今场美丽满载会多了一些变数,例如飞霸龙,我相信都会抢前走 而上一次美丽满载一直控制暴触,而1月20日就很理前置 所以虽然我脱了提铁,但今次的弱载的变数可能是十多二十 大家会进步,但很多位都可以进步 所以在排序上,我觉得郝德威可能没那么热 又可以咬着你来跑,所以我选择他走 而第三选,老实人,每次都飞外帖,每次都不太老实 今次用了巴道,看见他都挺老实,排过五岛也不会飞出去 看伙利时是不是都会有一手马配合 所以在第七场,我选择了郝德威,7号美丽满载,10号的老实人